伊朗媒体先前报导 说美国和伊朗政府达成了换球的协议 不过这一项消息遭到了白宫否认了 伊朗的官媒先前报导 美国方面同意将释放四名伊朗人质 交换四名遭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 同时美国还将给予伊朗70亿的美金 不过这一项的消息已经遭到了白宫否认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也表示 双方是否达成换球协议 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